广东一望无际的空地多家怪手卡车日夜赶工 他们的目标是尽快盖好24000张主要用来集中隔离的方舱医院床位 我们与时间赛跑以小时倒排工期争分夺表 争取为本次疫情提供最大的支撑 大陆疫情持续升温连续三天单日本土新增确诊破2万例 其中广州就接近1万例 当地政府宣布必须加速建设方舱和隔离场所 目标床位24万张 另外重灾区海珠第四度延长风控措施 要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 那么我们要求各地要按照评级结合的原则 依托现有的一些大型场馆 比如说像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 那么提前做好这些方舱医院的一些准备 大陆国务院在疫情反弹期推出20条优化防疫政策 但结果每天确诊数不断攀升 最新召开的记者会上官员强调 防疫别松懈 PCR检测不能层层加码 但也不能随意减码 解读大陆防疫政策走向 大陆工程院院士张伯黎表示 在更科学更精准要求下 随着病毒的变化 大陆防疫措施还会不断的调整 TVBS新闻将军单的名称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